独家回应,小11岁男友否认求婚当小爸和女友陆元琪,小琪姐。 陆元琪和元维仁2016年签字离婚,今天爆出被小11岁从事电商业的吕元忠追求,近周刊更指南方一开口求婚。 苹果独家访问到吕元忠Mike's他在牵手画面曝光后感到无奈无力混乱,在不断地叹气中在三强调二件事。 没有求婚也没有接送小孩。我真的很不舒服,小琪的头也没有靠着我。 其实如果是男女朋友,求婚和接送小孩其实并不奇怪,为何Mike's反应要这么大? 他才解释自己一直很认真在工作上,如果被误会上班时间去接小孩,公司伙伴及投资人可能会有误解他不认真, 甚至在电商事业上会被怀疑偏袒自己女友。 吕元忠祖雅表示,你知道我四点要跟投资人谈下一轮融资吗? 他们看到新闻会怎么看我? 跟陆元琦的新闻出来后,他今天至少接到一百个朋友来说,恭喜,除了回,谢谢,也不知道要回什么才好。 吕元忠祖雅说,我不想跟任何一任女友一起工作,我对我工作很认真,而且赌上名声,让相信我投资我的人放心。 对陆元琦,她恭恭敬敬地称她,小琪姐,觉得她真的很厉害,很不容易,也得确有提供小孩们读书的意见,但现在她真的吓到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